哈喽大家好我是魔术飞哥 你有习惯喝咖啡吗 每天早上起床喝一杯咖啡 是不是会觉得精神百倍 有时候熬夜上班或者打游戏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非常想要来一杯咖啡 放眼全球爱喝咖啡喜欢喝咖啡 每天喝咖啡的人相当的 多多多 但是有一款咖啡不是每个人喝过见过 我要强调的这不是工商 就是因为这杯咖啡非常非常的独特 据我查阅资料 世界上只有一家在斯诺伐克的公司的生产 那这个咖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其实不用我多说 只要你们睁大眼睛光看 你们就会觉得 哇天呐 太amazing了 因为这款咖啡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透明无色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这款具备独一无二非常独特的 咖啡 有看到吗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是咖啡啊 它看起来好像透明无色的矿泉水 但是它真的是 咖啡 接下来我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其实不是完全透明的 看着有一点点透明的淡黄色 算是有一点点的黄褐色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里面还是有一点点的杂质 不会像矿泉水一样干净无杂质的感觉 里面杂质的部分很难被拍出来 所以不好意思了 但是各位今天这么神奇的东西 那我也其实非常想知道 它究竟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怎么让有色的咖啡变成透明无色 略带有一点点黄色的感觉 这个公司号称掌握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技术 除了他们公司 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同时也拒绝了透露相关方面的任何技术 但是它的成分真的是有水 咖啡 咖啡因组成的矮废话 一般咖啡不都这个样吗 我真的是很好奇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么神奇的咖啡 那必须用上我的红酒杯 我要把这个透明的咖啡 倒到这个红酒杯里面 打开 解开封印吧 各位非常非常浓厚的咖啡香 真的闻起来和一般的咖啡 完全一模一样 好像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因为正是它没有这特别的地方 才会让你觉得特别 来我们把它倒进去 有仔细看到吗 它这样看起来是透明的 有一点点黄褐色的感觉 哇塞 各位 我们见证奇迹的一刻 Cheers 尴尬 尴尬 是这样的 我一般情况下吃到好吃的东西 我就会说好吃 吃到不好吃东西 我会说不好吃 但是随着 关注度越来越高 我也不敢瞎评论一些东西 这一次 不知道怎么说 先说 它没有甜味 所以算是美式咖啡 它的味道呢 有一点点咖啡味 我能感受到有咖啡味 就是你们去商店买一瓶咖啡饮料 然后加上矿泉水 摇晃一下 喝起来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非常稀 非常淡 我感觉就是加了矿泉水的咖啡 我只能这么说 真的觉得这个不太好喝 我觉得 但是我没有说它难喝 我说的它是不太好喝 它的味道呢就是 咖啡的那种缺点 有点苦涩 嘴巴里有种酸酸色色的鱼味 它是有的 它就保留那些不算优点的部分 然而咖啡那种香浓香醇的口感 给你味觉上面整个享受 完全没有保存下来 这一点就很 尴尬了 但它闻起来很香 闻起来和一般咖啡没有任何区别 但这样喝起来就会变得酸酸色色苦苦的 就像掺了水的咖啡 我觉得这个味道我也说不上来 因为我平时也不太喜欢喝咖啡 我喝咖啡会有一点不舒服 所以平时生活中很少去喝咖啡 我在想是不是我没法好好的 去品味这一种咖啡 当然不对了 其实我平时喝星巴克 也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帮我们点赞 评论转发 各位磨粉们我们下期见 拜拜